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发了很多很多的视频 对中国的各个事情进行评价 我曾经在他的视频下边留言 我想和他辩论 就是关于对于民族 对于人权 对于种族 对于中国文化 这些方方面面 我要跟他去进行一些辩论 让更多的人了解不同的声音 我的背景呢 应该是跟一般的在国外的华人 是不太一样的 我本身呢 是 也不是真正的中国人 我是中国的回族 我家族都辈辈都是穆斯林 所以我是在一个回族的生活环境下长大的 我的父母 我出生的地方就是中国的东北 沈阳 然后呢 我就去大连读书 我读的是英文 所以呢 我早在 我87年去读大学嘛 所以我在87年就开始接触了西方文化 一方面我是回族 所以呢 本身就不是一个中国的主流 然后呢 我在大学开始接受西方文化 在一定程度呢 也是因为个人原因啊 什么是来到了美国留学 但在我来美国留学之间呢 我实际上在中国也是相当成功的 在我25岁的时候 我已经拥有了我第一个房子了 所以在94年的时候 那在中国那是几乎是前所未闻的 而且我是一个属于就是工人家庭出生的 所以我是没有任何背景 但相反我在北京可以买到房子 在94年的时候 应该是相当相当少见的 那有不同的原因呢 我在94年来到美国留学 我在美国有两个学位 一个是社会学硕士和商业硕士 我当初为什么选择读社会学呢 因为在参加了1989年的学生运动以后 那个时候我94年的男朋友 是一个美国人 所以是比较少见的 那个时候我们之间有很多 所以关于对于中国文化啊 中国制度和对于美国的民主一些讨论 当初的时候呢 我们在北京的时候 因为我的这个美国男朋友呢 是在大学的时候 他是我们学校的外教 就是我大三的时候呢 他来到了我们学校 最开始他不是我的老师 我只是偶尔的碰到他 然后呢他成了我的闺蜜 因为当初的时候 我大学的第一个男朋友 那是中国人了 因为我真的不知道什么是爱情 所以呢就跟他有很 跟我的中国男朋友有很多的冲突 那我又不好意思跟我的室友去讲 所以呢我觉得这个美国人跟我不相干嘛 所以呢我们俩就成为了很好的朋友 他是我的恋爱导师 后来呢在大三结束以后呢 我的男朋友也大学毕业 回了他的家乡 我的这个美国闺蜜呢 也回到了美国 回来他参加了医学院的考试 然后呢他就最后就录取到医学院 但是呢这一年呢 我们也是保持很多的书信往来啊 然后呢我们也 我经常给他打岳阳电话 后来他跟我说 我每次给他打那个美国电话 简直都会快把他打破产了 他呢在我毕业到北京工作以后呢 他为了我就是延迟了入学医学院 就是斯坦福医学院两年 他第一年呢在北京学中文 第二年在北京的中医院学中医 所以呢他用了这两年的机会呢 是在北京陪了我两年 最后呢是因为我可能是中国女人 骨子里要有一种靠自己奋斗的 那种意识吧 当初因为我拿到一个很好的工作 让我能够就是25岁的时候 有胆量去买一个房子 所以当初的那个时候 我就是准备是留在中国 不再随他来美国了 所以我就跟他分手了 但是呢这个人算不如天算吧 最后神还是让我来到了美国 这个时候我和他呢实际上也算一段故事吧 可能是我应该是我们是对的人 但是但是我们不是在在和事的时间相遇 相识相遇就是有缘相识无缘相守 所以这个原因呢我就来到了美国 然后呢我是学社会学 社会学因为我是想知道怎么能看 怎么能把这个社会这个世界看得清楚 所以我觉得社会学是可以让我们 让我得到这个技能 那我现在想起来呢 我觉得这个这个选择是非常正确的 因为有些人理解这个世界 他有的时候是通过新闻 那但是社会学学者和新闻工作者 新闻人对世界的这种解读是不一样的 在比如在中国的这种报道 中国的媒体呢是就是报喜不报忧 美国的媒体呢西方的媒体是报忧不报喜 所以呢这两个都是比较极端 并不代表这个世界 我是社会学的角度说 这个不代表这个真正的世界 真正的世界是在多数人的思想里 就是百分之六十百分之八十的人是怎么想的 所以比如说只是少数人这么想 这个东西就是属于太偏主流 所以就不见得就是需要在意 那所以呢我觉得我对美国的很多看法 我对西方的看法是从于我作为一个社会学者 是怎么看这个社会的 所以呢我的角度就跟这种网红的这种去洗脑的这种 一点盖面的角度是不一样的 因为我在中国就不是一个存种的中国人 我的身份呢是中国的回族女士 到了美国以后呢我是亚裔女士 所以这种身份呢就是说我在这两个文化下 我都是一个少数族群 那所以我对这个世界的看法是跟那些主 就是主导族群是不一样的 老雷呢实际上代表的是一个主导的族群 一个欧洲的白人男人这种文化 那他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就是跟我是不一样的 对于民主对于自由对于人权对于种族对于文化 都是不一样的 甚至对中国文化的解读也是不一样的 所以呢我会很愿意跟他进行去辩论 不知道为什么他去一直对我的要求不知 你能不理不知道就像那个乐乐法力一样 他们这些人自称是中国的专家 但是不希望去被人跟人家去辩论 这也是越辩越明嘛对吧 你你的意志半解只代表你个人的观点 那你如果只是强调你个人的观点不听其他 不让别人听到其他的声音来来评论你的你的观点是否公正 那不是有一点在洗脑吗 你做的事情实际上跟宣称的共产党做的事情有什么区别啊 你就是用一个你的自媒体去给别人洗脑 所以你也不要去说别人那个乌鸦怎么黑 因为你一样的黑 如果你有这个 如果你对你自己很自信的话 跟我来辩论 我是很自信的人 非常自信 因为我的生活经验 我应该大家可以算出来 87年上大学的人 现在已经是50出头了 对吧 所以我们现在的人呢 实际上在美国 已经是中产阶级 生活是很稳定的 在美国住了差不多25年多了吧 应该是我94年来到美国 所以已经是差不多是27年 我对美国其实有比较深的了解 我回头再看中国的文化 我也有不同的解读 我实际上是在1989年北京学生运动的参与者之一 我当初虽然在大连读书 但是我是随从第一批三千大学生坐着火车自费 那个时候我真是自干五啊 因为后来的大学生坐火车是不掏钱的 我当初是自干五 自己掏了车票 坐了火车从大连到北京参加了1989年北京的大学生游行 我在广场 也是露天睡过觉的 所以我对这个历史是很自豪 所以我是对人生是有一定的祈求 也是我来到美国留学的原因 我想以后再跟这种对话金丝侯老雷的这个系列当中 慢慢的去解释出来 我这么多年对民主人权中美和中西文化的碰撞 就发表一些我个人的观点 所以呢 我觉得老雷呢 还是蛮 视频还是很多产的 应该是上百个视频可以让我一一的跟他去对话 因为他不愿意跟我直接对话 那我只好用他的视频去对话金丝侯老雷了 所以从这一点呢 我觉得 我很愿意去挑战老雷的各种观点 但是呢 我和老雷还是在一定程度上有一些共同的认识的 第一我是坚定的反川者 因为我觉得川普要搞的那一套 跟中国文化大革命没什么区别 这个1月份的那场国会山的暴动 实际上就是中国文化大革命的一个缩小版 川普呢想搞毛泽东那一套呢 很不幸 美国的制度还真的没让他搞成 因为如果让他搞成的话 那我们就来一套美国的文化大革命了 所以我这点是很幸运的 当初我是把票投给了拜登 因为当初就是我的看法是 如果川普和一只狗去竞选总统 我就会把票投的一只狗 投给那条狗也不会投给川普 因为他代表的不是民主 他代表的是类似毛泽东的那一套 独裁 另外我和老雷有一点共同的认知 就是觉得中国文化里边 有一种缺少同理心的这种 这种意识 我虽然在中国是回族 在美国的差不多将近来美国十年以后 我成为了基督徒 因为实际上在美国的头十年 我觉得在美国打拼是相当不容易 而且因为我在中国的成功 让我在头十年里 怀疑我为什么来到美国 因为美国的一切都不是我当初想象的 也不 所以呢 我当初对自己来美国是非常怀疑 让我的生活也判断了很多的麻烦 后来呢就是我需要一种力量 去给我重新奋斗的勇气 我觉得那个时候是时机随道徐城吧 虽然我刚到美国就接触到基督教 但是差不多将近十年的时候 八年到十年前我才真正变成了基督徒 而且我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 因为对我来说 我找到了我奋斗的那种力量的源泉 而且我对我的过去 让我对我的过去不再怀疑 而且也对我的未来也不会怀疑 这种力量不是我在中国能够找到的 因为我成为基督徒 我可以反思一下中国的文化里面 真的是缺少了一点同理心 就是对一些跟自己不太相干的人呢 是没有一种同情心 最近的时候呢 关于这个美根和在奥巴文菲律 做了一次采访 我看到了很多中国人 对美根的这种嘲讽 我就觉得 我会在未来的一个视频里 会讲述一下我是为什么 支持一些黑人的运动 就是Black Lives Matter 黑人的命也是命 因为我觉得我来到美国 在一定程度上 不是我的主观 而是白人的体制 他来引进了一些外国的人才 去把黑人踩在脚下 我的成功在一定程度是 让另外一个黑人 失去了一个成功的机会 我会慢慢去讲述 这就是为什么 我会支持黑人的 这些Black Lives Matter 因为如果是中国的话 我觉得黑人的境遇 不会到今天 因为我是中国的少数民族 我知道中国少数民族的政策 所以黑人如果在中国 作为一个少数民族 就像作为新疆的维吾尔族 或者作为我们回族的话 黑人会受保护的 但在美国 黑人的权利是完全被践踏的 能够出人头地的黑人 是凤毛麟角了 我另外一个就是讲 为什么我是反对民主的 在来美国之前 我对民主还是有一定的期望 但是在美国真正 我成为美国公民 我参与了这个选举 我参与了Andre Young的竞选 才真正的体会到 什么是美国甚至西方的民主 西方的民主 就是以大欺小 以强欺弱 作为一个弱势人群 你几乎是没有机会 争取到一个平等的权利 美国是完全不是一个平等的社会 相反中国比美国更平等 中国因为共产党它作为一个政府 它因为不是那种多数 压迫少数的这种制度 它来用一种平衡的尺度 去拉平了少数族群和多数族群的一些差距 这一点 在民主国家是绝对不可能出现的 25年来我应该是 我的经历跟有些朋友解释出来的时候 他都觉得我的经历真是奇闻奇事了 这点我是确实是这样认为的 因为我觉得可能是在中国 在我小学生初中的时候 神已经那个时候拣选了我 让我从一个没有机会去读大学的人 用神的神功让我进入了重点中学 才有一步一步到今天的我 这就为什么我是很虔诚的基督教徒 因为我觉得我身上发生的各种各事 因为太奇妙了 我只能相信神的存在 虽然我看不见他 但是没有他的存在 我不会有今天 我会有机会慢慢的讲来 但是我现在要跟大家讲的话 就是说我会发布一个新的 完全是中文的 这个系列视频 就是对话金丝猴老雷 我会发布一个新的 是一个新的项目 我会发布一个新的项目 是一个新的项目